我已經把資料做完了 再來的話我可以插入那個 數量分析表 如果我要占比 我不要把全部資料選取 那這樣的性別 當然第一個啦 你可以把性別拖拉到列標籤 它有女男 然後再把性別拖拉到直 那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它出現的 就會是這個所謂的性別的那個什麼呢 總數啦 不過如果說假設 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 會是像什麼呢 像第93頁 93頁裡面是百分比的部分的話 那這個地方我們剛剛有做過類似的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總計百分比 所以哦 如果要把它改成百分比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改成直的欄位設定 然後呢 這個地方可以把直的顯示方式 改為總計百分比 不過我這邊叫總 總和百分比 OK齁 它名稱有點不太一樣 版本好像會有點差別 OK按確定 好 那當然它會小數點 如果你要取到整數的話 那跟剛剛一樣 常用裡面 你可以把小數點去掉 好 好 但是你想說 老師我除了這個百分比之外 我也想要把那個 它的總數也把它列出來 亮 如果同時都要看到怎麼辦 沒關係很簡單 你可以再把性別怎麼樣 再拖拉到直裡面 再拖拉到直裡面 拖拉到直裡面 那你會發現它拖拉過來之後 又多一個 但是這個時候 它這邊好像格式就會錯亂 那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個格式改一下 像這個格式 第二個 可以做兩次 那第二個的話 你可以用下面 下面就多一個 就這一個 那你可以針對這個 做它的 值的設定 這個地方 值的欄位設定這個地方 然後 技術沒錯 這個顯示方式 也是 預設的 你就拖拉過來 那這個格式 主要是一個百分比符號 把這個百分比拿掉 或者是說 你甚至 可以把這個格式 按右鍵 儲存 把這個格式改回來 這個地方的話 它好像變成百分比 這邊的話 可以把 這個 這邊有數值格式 在這裡 OK 它如果假設 這個顯示方式 不OK的話 那你可以從那個 它這個 摘要方式底下 有一個數值格式 那就不像 我們在儲存殼裡面 按右鍵 數值格式裡面 你可以把它 明白 現在是百分比 改回看 通用格式 OK 把它改回來 按確定 然後 再按確定 它就恢復了 那也就是說 你可以統計 它的百分比之外 也可以統計 它的數量 兩個 都 可以同時 顯示出來 OK 那其他當然 你還可以針對什麼 像這邊還有其他欄位 包含什麼呢 包含像 什麼呢 除了性別之外 年齡部分 也可以做它的方法 或者是 教育程度 也可以用它的方法 甚至是 月收入 還有等等的 那比如說 像什麼 這邊假設 針對教育程度 比如說 我要統計這邊 到底 問間調查裡面 哪一種教育程度最多 那當然我可以 把教育程度 放下來 然後呢 把什麼 把那個 教育程度 再拖拉到值 那一樣喔 記得把它改成 這個 總計百分比的設定 那如果你是 07的版本 應該是總和百分比 OK 並且一樣 把那個小數點位 去掉 那你可以看到 最多的好像 就是大專 其次的話 是大專以上 然後在高中 國中 當然如果將來 你要顯示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旁邊 再畫一個什麼 這個 所有分析圖 當然 你用原型圖 顯示的話 會相對比較 恰當 OK 大概是這樣子 當然 你甚至 你還可以再做什麼 更多的交叉分析 比如說 在這個 教育程度裡面的話 他的性別 男生女生 各占多少 那你怎麼辦 其實還可以 把這個 教育程度 裡面呢 再增加一個性別的條件 放在藍的標籤上 也可以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 就會顯示出來 男女的教育程度的占比 最後多一個條件出來 OK 然後其他的話呢 甚至 你還可以再加上職業 有沒有 再增加 當然你這個 不能太多的條件 否則的話 最後的結果會太混亂了 OK 看你要主要分析是 就是 這個 統計問卷調查結果裡面 比如說 大專程度 然後性 這個性別部分 差異的結果 各佔百分之多少 OK 大概是這樣 那其他的話 我就不再掩飾了 因為其他的話 請問 自行在利用 這個功能 分別針對什麼 針對底下 還有其他欄位 你可以自行再去 統計一下 比如說 月收入 然後 哪一種月收入的 月收入跟什麼 跟他每個月的購買雜誌 有沒有正相關 對不對 有沒有 他 收入越高 是不是 越常買雜誌 還是相反 OK 越沒有錢的人 反而 越會買雜誌 OK 或者是 越沒有錢的人 這個 越會消費 當然這個有沒有正相關 有負相關 那你也可以再針對這部分 再做進一步的了解 OK 那這個其他部分的話 請各位再針對 其他的欄位 再分別 做 這個 練習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針對 這個 後面有一個 題目 也就是在 第幾頁 我們也是一樣 有個 類似像剛剛 這樣的題目 那在第幾頁 第 OK 請各位 在 在第112頁 112頁的話 我們這邊有一個 我們要做出來的完成圖 那我們需求是 其他的佔比 請各位就自行在練習吧 他其實不只一個 男女之外 其他還有像 這個年齡 像 學歷 還有像他的職業 還有像他的那個 收入 等等的 比如他的佔比 跟他的數量 也許自行在 把他練習 看看 那 再來的話 其他 還有 我們 就要做一個 所謂的那個 最常購買的雜誌 的一個 統計分析結果圖 那 這邊的話 第一個 當然我需要 把這個資料先產生 那資料的話 我們一樣 原則上還是要做一些交叉分析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 最常購買哪一種 設計雜誌 的年齡報表 比如說 設計類 總共會需要兩個欄位的資料 第一個就是 哪一種 哪一種雜誌 或者是設計類雜誌 第二個的話 是哪一個年齡 年齡層 所以 這個地方是在 第幾頁 第100頁的地方 所以 我們第一個 當然要先把那個 報表 這個表的部分 數量分析表現 產生 在 第100頁的地方 那裡面的話 就包含兩個欄位 所以 待會的話呢 請各位試試看 針對哪兩個欄位呢 針對那個 最常購買哪一種 在K這一欄吧 包裝 對這一欄 DK欄 然後還有哪一欄呢 還有性別 OK 這兩欄 假設 我跟你講 應該是年齡 就是 哪一個年齡層的人 喜歡買哪一種的 設計類雜誌 的對應關係 OK 所以 第100頁的部分 待會請各位試試看 並且 當然 做出那個 書納分析表之後呢 我們再繪置 書納分析圖 圖的部分也是一樣 跟剛剛 有點類似 也是做出一個 直條圖 的分布 謝謝 謝謝